中信兄弟睽違十一年 在今年夺下总冠军 十二号举办了风王游行活动 球员们搭乘了双层巴士 从台中市政府出发 一路到洲际棒球场 不少球迷在路边挥手欢呼 甚至还放鞭炮 场面相当的热闹 估计大约有超过十万名的球迷 共襄胜举 球迷站在路边 对着双层巴士上的球员热情 欢呼挥手还放鞭炮 来欢迎场面相当热闹 球员们所到之处 都有死忠球迷跟景景 中信兄弟在睽違十一年之后 再度夺下总冠军 脱离七年六崖的魔咒 举办风王游行活动 上万名球迷都到场参与 尽管这次的游行活动 全程不停靠 不过球队慢速行驶 沿途让球员与球迷做互动 游行路线从台中市府 到洲际棒球场出发之前 中信兄弟特别送上风王纪念衣 给台中市长陆秀燕 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 我们都能够共聚在这边 共享总冠军的荣耀 最后我要再感谢中信兄弟队 感谢你们的努力 今年没有让我戴狮子头套 我爱你们 感谢大家 卢秀燕喊话明年也要拿下总冠军 这场游行是第一次游行 不论是对球员还是球迷来说 都是难忘的初体验 记者严律宏建民台中采访报道 都要 好 好